为什么养殖户老师说 鱼塘的增养机经常漏电跳闸 那是因为你的线没有接对 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变频增养机 是如何接线的 防水防腐蚀还不易坏 把汗锡环热缩管穿在每条线上 线和线的相同颜色对接好 把汗锡环热缩管移动到连接中心处 用打火机烧一下汗锡环热缩管 就会收缩 不仅大大坚强的防水性 而且还不易损坏 还把电线焊得非常牢固 在路江湖把汗锡环热缩管封住 进一步加强防水 检查一下线的密封性就可以放入接线盒了 接线盒再包一层胶布 如果增养机还进水的 你就过来找我吧 结讶 by bwd6 by bwd6